年少总幻想着哪天可以名震一时 现在这想活到应该活的日子 然后不给世人添麻烦的离开 大家好,这里是最近沉迷静坐的咔咔 不知绝间排球少年制来到了第二十期呢 本想着是给自己写点观后感 却能收获同样喜欢小排球的你们的认可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无法与你们一一见面说一声感谢 看着天上同一个月亮 咔咔我会把自己的心意寄放在里面 1996年9月27日出生的月导营是天秤座 古管老师在构思月导时 的确有考虑到和日向相对位置的他代表月亮 但名字的营则是古管老师寄情于月导 不是只反射日光的月 而是可以自己发光的营火 身高出众的月导家大儿子明光喜欢上了排球 出众时作为王牌的明光是营心中的偶像 当哥哥在赛场上有出色发挥时 兄弟二人会互相比出剪刀手作为庆祝的暗号 想和哥哥一样帅气的营也努力练习着排球 被他路过旧下的雀斑男孩吹捧时 营很享受这种因为帅气而被崇拜的感觉 直到他和同学们见到了 为了让弟弟骄傲而吹牛的明光 乌野高中的王牌是十号的二年级小个子 看台上给队伍加油的哥哥令他感到羞耻 月导开始怀疑努力是否存在意义 带着疑问的他仍旧选择了让哥哥颜面扫地的乌野 此时金飞西比的排球部极度缺人 这也让此刻打从心底认为不过是社团活动的月导 凭借着过人的身高占有一个首发位置 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成为世界第一 那就意味着再努力最后都会在别人面前失败 索性游刃有余地拿到不输大多数人的分数 然后让外人觉得假如他努力是不是超强 这样自己输给强者也可以说我还没努力 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处于舆论上不败的地位了 虽然因为哥哥的过往让月导现在秉持这样的心态 可当同龄人要超越自己的时候 秉性上的好胜心又会让他不甘 就像信心的大帝在第一场三维三训练发现的那样 不管老师狠狠地鞭策着月导 那这男人正偏第一次发球就对准了他 并且残忍地对准月导连续追发 闫在剧中展示自己区别于影山的招数 也是第一次就戏耍了月导 目兔也在面对他的篮网后说 你这手臂太细了 感觉一扣就会打折 高一级训营的2v2训练里 同为一年级的武色也直接批评月导穿球太差 也包括黑尾的那句 你就不怕小不点松头压过你吗 这句话正好戳破了乌野两位附中的现状 在队内 日向是大家都认为的新手 以影山为主要输入口盖章的bouquet 月导有不错的身高 也不像菜鸟啥也不懂 大家没理由对他说教 但在外队看来情况正相反 日向是撕裂对手防守的诱饵 反转月导则是没什么特点的大鸽子 炎魔和大王都说月导理智又聪明 但除此之外也找不到什么亮点了 在面对一达中业时 月导对旭说 没人觉得我能对青针有什么威胁 我只要保证自己不犯错 等到日向换到前排就好 看起来非常在意面子的月导 即便被谷管老师如此虐待 却依旧不离柴排球 日向在见到百则的时候 曾被那两米的身高吓坏 用藤京这种鲜为人质的鲨鱼举例 不仅暴击掉了日向最后的心理防线 也让周围的人称赞月导知道的东西好多 故事的最后月导不仅成为二级联赛仙台八的副工 博学的他还将在大学毕业后 在仙台博物馆就职 这曾让他哥哥无法释怀的排球 有着让他也无法舍弃的魅力 当他指挥着同样高傲的国王给自己传个漫球 然后果然连续在青城手上得分时 那这骄傲的小表情像极了小时候的他 月导打心底里是想要表现自己的 可他又很害怕努力的结果是像哥哥那样在大家面前丢人 所以这一阶段的月导没有融入球队 赛前全队的鼓舞呐喊他不出声 比赛过程里他也只想着不出错就好 当屋野树里青城后 饭桌上连没登场的原下都哭了 但月导没有落泪 聪明但却不愿努力的孩子总有一个幻想 自己某天抓到一个机会 肯定可以一鸣惊人的 自己和那些被认为优秀的人差的不是天赋与能力 仅仅是个机会而已 如果月导是这样的人 那么刻上早早记完笔记 看着天中的他 表情不会若有所思 月导可以用敷衍了事应付外界的看法 但却不能无视心中那位熄灭的火 虽然相比于小时候已经微弱到一吹就灭 但那自他身躯发出的微光 比他平日里反射日光的能量要浓烈得多 和哥哥已经好久没说话的月导 现如今没人可以解释 这火光从何而来 带着迷茫和费解 他和乌鸦们驱车进城寻找答案 之后的故事是所有催促卡卡做月导传的小伙伴都了解的 曾以为仅仅是自己跟班的山口 却比自己更快的找到了奔跑的理由 有人吹散了月亮周围的乌云 可月导还是没有解开心中的疑惑 森然高中三转里 猫疼鹰与猫听着乌鸦的诉求 查尔骁说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刻你就会爱上排球 这里叉叉想说说 为什么给月导解惑的人安排木兔 月导的身体天赋是出色的 而且月导的自尊心很高 但乌也在复攻位置上没有更出色的前辈 月导不会像嘲笑田中和西谷一样对待高三 但也不是因为他觉得大地三人实力突出 乌亚教练也曾对小伍说 如果月导不像其他队员那样表现出饥饿感 他会把月导踢出首发 因为这样对其他远征的队员才公平 而如果是同队的人劝告月导 多少有点诱骗月导努力 好让队伍成绩更好的嫌疑 所以能让月导这样的人听话 必须是能力天赋同月导一样突出 并且这个人最好是一位通过努力 在大赛中证明了自己的强者 木兔在对月导讲自己的感想时 没有把集体荣誉放在第一位 而是告诉月导 当努力将自己的天赋 兑现成赛场的闪耀时刻 虽然我没有拿过全国冠军 目前大家也都觉得我是排不进前三的王牌 但是老子因为打排球打得好 非常快乐 东京炎热的夏天 蛙与蝉鸣不绝于耳的夜 明星猫头鹰半睁着眼睛娓娓道来 听罢的少年还在回味鸡皮抓打饭起的原因 待人热忱的黑猫就赶紧告诉他拦网的窍门 当乌仰教练说尽量封锁木兔的球路时 平日无言语的月导敲声道 真的不需要拦死他吗 所有人都把头转了过来 教练欣慰且惊讶地说 能的话当然更好 这里月导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被吓坏的木兔下意识换成了短球避开了交锋 如果按照原先月导的想法 努力去拦网 却被对手放小球得分很不帅吧 但是拥有智慧和大局观的月导 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刚才这只瘦弱的小乌鸦惊到了大猛心 就像好友抓着他衣领说的 努力不就是为了尊严吗 上大学的哥哥回家吃饭的晚上 对曾崇拜自己的弟弟说 最近因为想找回当年的风采 又打起了拍球 月光如小时候那样洒在院子里 他也如小时候那样笑着崇拜着哥哥 那个能放下曾经的哥哥 果然还是他的偶像 为了寻求爱上拍球的一刻 月导放下了自尊 掰着手指头请教教练 如何才能拦住身高和力量 都比自己厉害的人 仿佛儿子懂事了一样的乌仰 强人喜悦 无关老师也没有亏待月导 日本头号大王牌 牛岛若立高中生涯 你目前唯一能查到 被对手复工完美封死的 珍贵视频资料 对手正是月导赢 虽然赛前月导说 我们没准很快就会输呢 但山口看着好友 认真佩戴着哥哥给买的眼镜 想着赛前月导只对自己说过 多少还能篮下牛倒几球吧 关于这场比赛 美着人的心理 啪啪想简单说一下 日向 田中和西谷属于 因为不会害怕 所以不感觉会输 影山是 只要不面对那个男人 所以不感觉会输 大帝和旭 开场紧张到被嘶嘎骂 可见两位前辈心里没底 只有月导不觉得会赢 但是在交手之前 月导也不觉得会输 就像他哥哥说的 虽然我弟弟是个嘴巴臭 兴得乖屁 喜欢闹别扭 没什么朋友的人 但请相信 他是个只相信客观现实的好男孩 而在这场比赛里 月导做了两件大事 帮助了乌野 第一是 他在知道第一局无法挽回后 主动承担起三人篮网的起跳失机 有意识地让西谷尽可能能多接牛倒的扣球 从而也第一次让乌野完成了团队防守阵型 并且从这场比赛开始 月导正式接软了乌野的防守指挥 第二件事 在发现没法正面对抗牛倒时 他一个人布局扰乱白布的计划 进中时他瞄准白布故意放小球 并且当自己到后拍时 他主动告诉日向白布的进中策略 月亮遥控太阳破坏白布的快攻 不断地骚扰下 白布忘记了舍弃自我 全身心为牛倒服务的基本方针 一记二次进攻警告月导 自己也是会进攻的 殊不知月亮这波在大气层外 等的就是这一刻 然后不甘示弱的影山回敬了一个二次进攻 向来和影山不对付的月导都在心里叫好 这次真的是太感谢国王陛下了 接着当比分来到30比29 焦虑的白布越过太一的远传偏低了 赌上自己尊严的月导 卖给了牛倒一个空档 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篮网 不过是25分钟普通的一分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社团活动 向来理性的少年 忘记了为何紧握当时封住对手的左拳 纵情享受自己爱上排球的那一刻 这一球没让白鸟泽早早拿到赛点局 也让压抑了两局的五野 终于逆转了气势长出一口气 这一球更是月导对日向做出了直接的回应 我说自己不行是一回事 但是别人说我不行 那我可就不乐意了 这一球过后 曾经全队鼓劲不发声的月导 也终于融入队伍 跟着队长呐喊 聪明的孩子在没想明白问题前 确实会显得很别扭 可若你知道他是个负责任的好伙伴 就请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成长吧 月导营等待爱上排球的瞬间 整整用了163话 故事里的他经历了16载春夏 古关老师用了将近四年时间为此普遍 可即便他把最激动人心的瞬间给了月导 我们仍然无法在所能见到的故事里 找到他作为乌野最后攻防的画面 他是注定只能站在太阳对角的月亮 他的设定也是完全相反于日向 但当他忍着伤痛也要把胜利带给乌野 我们望着大地、草原、河流与古壁 去日升起还严过太早 绚烂的夕阳刚刚燃烧 正午的烈日无法永远同在 乌云若是恰好当空 这人间一定还有那点点营火 愿为照亮你的夜不惜燃烧吧 月导营的前传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喜欢的小伙伴不妨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在故事达到至高点的时候及时收尾 也刚好以全国大赛文分析线先留着悬念吧 最近查查也在认真思考这个频道的发展 虽然数据并非是唯一的真理 但总在舒适圈做一个小众的宝藏up主 也并非我一贯的形式风格 希望我做的所有内容都能让大家不至于讨厌 嗯,下个视频也请回来见我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